接下來第六場 四班千二米 很壯大的馬 見到有二、七和十一 其他很多都很平均 配備轉變是十二的魅力仔 今次都作出一些轉變 初代鼻孤除了棉孤 先看這隻一號馬的戰意 這些馬其實姜口一直都差 所以經常都流不得靚 有時會鬥 表現亦都失色一點 其實他最近動配備三班 輸一個多馬位 兩個多馬位已經不是放頭 三生好運 經常勝都很勤力 這隻馬就 不像那些猛中力得那些 這些是勤力得來的 經常都很厲害 這隻就是前鋒 回到重化操練 這組集我們上次做節目都看過 因為三隻馬都在剛剛過去的賽事已經跑了 安仲、西利哥、賣邊的黃金鴿 剩下這隻前鋒 他都沒有什麼點騎 因為是慢胚醒 回到來四隻馬都按住 差不多平排過終點 是厲害的 賣得到這組集 那你說是否很好 我覺得又不是的 順著走一課 下場跑 下場跑 就已經贏到飄脫了 好了 再看看前鋒 其實他在香港這樣跳 以兔又交叉被枯 不過就一千的水準 你要再慢慢量度 遲些才 我覺得這隻 好了 看看這隻盡著視的內圈度步 因為今早他都跳了火草地 他就保持水準 看上去的外觀是好看的 是否季初都可能會用了一股 再勇銳一點 或者都不定 有時候有些馬 你用墨雷 他真的跑得高一點 這個又不可以不承認 這隻是上進奔馳 其實我很喜歡這馬的款 可能時間火候未夠 讓他再適應多些 陽明高高 這些都是菊草千二米的常客 他就已經地裝建債的能力了 但是誰的能力 就開始跑贏 他經常交上表現 四四五五的回家 七十歲了 好 接著特省 我覺得他一場很笨 就頭斷你那麼慢 然後要出閘 這跟狀態真的是沒有關係 是的 即是何時才報了長一點的路程 大鴻之聲 這些經常都是一般的 跳穿草地又很放鬆,很柔軟地跳回來 我又不覺得它有什麼突飛猛進的感覺 我覺得它跳起來好像這麼有趣 這隻是自勇才星,我都喜歡這隻馬的款式 不過你又要捉迷,又要喜歡這些配備 還是想它維持得好一點 線路營起又是一隻比較律式的中等身形的馬 逐小逐小好緊,始終它雙隔的日子就不是那麼長 我想這些馬日後可能要上程都未定 四檔潘頓,有紅利,當然這隻都是好的 但你看看前面那些長翅十二檔,能否賣到二檔 還要這樣追,其實這隻馬根本維持狀態很適合 這隻魅力仔都建議大家,我跟浩然都說過 其實它是一隻很好的樣子的馬 可惜這個進度之前就有些脫漏過 現在還是跑起狀態,慢慢等它觀察一下 好,跟著看看團結必勝 後面那隻是電子寶貝 電子寶貝又贏完,然後又試襲 團結必勝,其實它是淹了 不過我見它的粗鍊都淹完 然後維持很正常的粗鍊 但是那隻馬的配備又到處移動了 其實這貨只是只責任,開始慢慢保持得好些 其實它是一隻挺有前景的馬 不過我就不知道保不保得上 三歲而已,你想想這馬還有多少 是呀,它經常都很好看,這個團結必勝 不論單跳、試襲 那些款式、那些型格 就很引人的馬來 所以潘頓都馬上試貨 你不同的那些請讓路 又存名又細見 其實要分,我覺得電子寶貝 我覺得一納下去就… 雖然它只有1088磅,小隻 團結必勝,但它好像要收身 這隻馬還要 回到第六場,四班千二米 這一組看起來感覺上 組別水準都不是那麼強 所以二號馬那些三星好運 應該落班的目標都較為明確 它不是一隻容易發揮的馬 所以今早我見羅富全都給班德禮 特意跳回貨,都是好的 因為這些馬的僵口 有時你見其他助手跳 它不是經常都要領側一點 因為這隻馬厲害 有時頂得辛苦 它是會有點內閃 所以這隻三星好運 都不是易發揮的馬 我覺得都還可以,居於這一組 後面的馬就十一,有紅利 始終近期姚本輝的勢不錯 側身馬它又少些走樣的馬房 都值得順賴 一、二這些落班 其實三落班都… 不過我覺得三可以再好些 一、二其實有很大的威脅 三星好運 其實過往都不是那麼喜歡 被人壓著來跑 如果不是不用面枯那些東西 戰意就擺明都似乎天意 以前落了五班 現在這隻落回來四班 不知道會不會繼續這樣流發 如果這樣流發身威王 大家都知道這麼皮毛 都知道可能都沒有什麼馬放 但是它這麼獨到的選擇 縮了在後面走 美麗在線 跑頭一千米一分鐘 可以這麼慢到這樣 所以有時賽事形勢 大家評估看看會怎樣 有狀態的一、二都是 四號馬都是 再數下去的馬就是十 十號就當一檔跑 因為三、二、一檔都不快 始終告冬來這些 這些實際 十二號超冷門就看一看 我都覺得美麗仔是好樣的馬來的 第六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有些暫